NBA从昨天到今天消息不断,森里郎吉米巴特勒的闹剧愈演愈烈,胡人魔术师各种夸自己家的核心和年轻人,火箭莫雷也是屡次表明了球队新赛季要夺冠的目标, 独行侠的媒体日过后,东谢奇成了球队老大哥们的新宠,诺维斯基和巴恩斯都公开表示要帮助这个年轻人成长,卡莱尔则表明要让东谢奇打四号位,倒是我们的丁燕宇航显得很低调,就在刚刚,近六小时,NBA又有三条重要信息,开拓者和国王加入巴特勒争夺战,火箭正式做出官宣,战皇团队又迎新巨星成员, 我们来看看,先看第一条,美国著名记者我刚刚更新了报道文章,更新的部分显示,开拓者和国王也有兴趣与森林郎探讨,关于巴特勒的交易,可以说巴特勒的闹剧真是,越来越往肥皂剧方向发展了, 从快船,蓝网,尼克斯三队争,到火箭,76人,雄鹿加入,随后是热火,其实和猛龙,现在又加入和开拓者和国王,看来想尽快达成交易是不可能的了,巴特勒的交易不可预知,但是火箭的训练营名单,可是已经定下来了, 就在刚刚,休斯顿火箭队在官网公布了球队2018-19赛季的训练营名单,也就是说,火箭正式官宣了他们的18人名单,让中国球迷开心的是,周琦正在此列,从这个名单上看,火箭新赛季可谓是兵强马壮,就算是莫雷不能交易,来巴特勒,就凭现在的阵容也,可以和勇士拜拜手腕, 当然,对中国球迷来说,周琦新赛季能不能正常进入轮换,才是更重要的问题,最后来看一个农眉哥的消息,根据Clutch Sports经纪公司官方宣布的消息,他们已经正式签下了戴维斯,农眉哥签约的是该经纪公司名下最著名的经纪人李奇保罗,这下次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吧,李奇保罗和詹姆斯的关系不用多说, 在安东尼戴维斯签约后,詹姆斯团队又迎来了巨星新成员,李奇保罗从只有詹姆斯,一个大牌,到目前手中有詹姆斯,TT,沃尔,本西蒙斯等一杆大牌,一步一步走来可谓是非常扎实, 在安东尼戴维斯签约之后,詹姆斯立刻更新了社交媒体,晒出一张提湖球员安东尼戴维斯的诺吼照片,并写道,欢迎加入这个大家庭,而根据最新的消息说,胡人新兴库兹马,也正在考虑换掉自己的经纪人,签约李奇保罗,詹姆影响力可见一斑,根据目前的巴特勒争夺战闹剧看,打劫是很难了, 那么,你觉得火箭还有必要花格登或塔克,这样的代价去拿下巴特勒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